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彭芬与点点栏目 还有彭芬与点点栏目 彭芬与点点栏目 那阳黄总事长 还有我们三位今天的主角者 在场的各位先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难得 我们台大的学生会跟研协会 办理了这一场 叫做百年校庆莫忘记 台大教授的故事 非常难得能够有这样的活动 今年是台大应该是建校九十五周年 在五年 我们学校就迈向一百年 那是一个相当有历史的学校 我们常常 就是说台大人或是社会上 常常会推崇我们的学校 是一个有自由学风的学校 但是呢 这个这样子的称许 它文明是一个秘词 它是一个神话 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东西 各位可以试想看看 在1990年代之前 台湾是一个悲权统治 独裁统治的时代 台湾大学 是校长是国家 是政府任务的 那它可以 给予多大的自由言论的空间 它会任务整名的校长 所以 我们其实可能要摆过来看 台湾大学的自由学风 是我们很多老师跟学生 努力一代一代去充装出来的 那甚至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老师跟学生 在过去威权统治之下 甚至更早的白色统治之下 那有很多人牺牲或是受靠 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原因 在这边 我们一般看台大的光荣的面向 那很少好好地去解释一下 这个学校 它的备会的历史 不是阴暗的历史 那所以我们今天安排的这样子的活动 那要透过三位台大的教授 然后来了解一下 在那样特殊的时代里面 他们的遭遇 那这三位 第一位是台大文学院 代理院长林奥生先生 那他在日治时期就担任教授 占换了他 是台大文学院的代理院长 他却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失踪了 之后再也找不到 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他的下落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等一下会邀请我们历史系 周瓦良教授 来跟我们来谈谈林奥生先生 那第二位是政治系的主任 彭明明教授 那他在1960年代 汪汪医师 那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最年轻的主任 但是他却因为跟学生 对这次情势有话要讲 那他们想要发表 台湾人自救运动宣言 而被捕 在1960年被捕 判刑 后来被特色软禁 那我们今天呢 也要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学校有好多的信 都被清理过 那我们会请 罗俊勋先生 那林奥先生 他是我们学校学系毕业的 那他是 现在是同音女基金会的董事 那来跟我们看看他所了解的 和林奥先生 那第三位陈华周教授 可能知道的人就会更少了 他是武学道化工系的主任 那他呢 在战后 就跟陈奥政府一起来台湾接收 事实上是一个技术官僚 可是他在1959年的这个武汉大女社案 当时呢 有一个社会案件 先说是自杀案 后来变成是凶杀案 有一个这个 突破影子的案件 那陈华周教授被捕进去 那他最后是被判了 他是在一审被判了无期托刑 后来这个保外救命 那在医院就过世了 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一个大学里面的这个教授呢 他为什么会卷入这样子的凶杀案 那我们会请文学会的习惯者会长 他近期呢做了相当多的有关群法 教授资料的这个探索 然后呢 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外 做了一些仪器 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呢 有当事人家属 也来到现场 我想介绍给在场的各位认识 第一位是这个林茂生先生的这个孙女儿 是林一文女士 然后呢也是林茂生先生孙子林晨智先生 谢谢 那我们来 这位是彭茂茂先生的侄女 彭茂女士 我们来欢迎她 谢谢 那我的看场就到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 这位教授 来跟我们谈谈 林茂生 谢谢 谢谢 各位在座的来宾 还有我们林茂生先生的孙子辈 还有彭茂女先生的侄女 大家晚安 那我今天的分配到时间二十分 然后就尽量 不要讲太多 那我看我东西再开 我放这边 那我想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 我准备的投影片 那 这个是要怎么按 你再按 讲好 那林茂生先生简记 这大概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就 但是就 习惯讲来打个鸭子的扣 然后 因为 他学历真的非常好 而且帅 你看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之学科毕业 然后 后来回来教书 那 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他去读博士 他就取得博士学问 我也去参观过 有个教堂他的旗帜 真的是很特别 那再来就是他后来登教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其实他的同行都是教授 台南高等工业学校 那1945年战后 他那时候是台北大学 帝国大学接收委员 然后 他也是同行是台北 因为本来台湾大学叫做 国立台北大学 他是两个阶段 台北 台湾大学的教授 那他当时也是国立大大学 新修班 我们看起来是那个什么 夜监部 其实不是就预科 因为台北地国大学 后来有预科 他是预科的主任 那他当时是以校务委员的名义 带领文学院院部 所以 基本上 他就是战后文学第一任院长 那当时因为 这个有点 就是 就是 大家认为说 他其实应该就直接出事院长 但是 大概 当时不愿意让他当院长 这个是一般的看法 那当时参与创办明报 而且担任明报的社长 那1947年3月11日被捕失装 那我们大概 简单他这里 那这个是 我们有讲就是说 当时 在3月13号 有呈给蒋介石 228犯女人犯性命调查 这个很多人都看过 但其实他3月11号就被捕 我们只是看一下 当时 他的罪名是什么 这其实 第一页 第一页 再来这页 他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一页 我们要放上来就是 第一页 排第一页就是 王天恩 那这边 或是自己冒生 那 我整理一下 这个 我整理出来 他 曾宇提供的 蒋介石的监党分子 这个非常 大家其实看 我们现在要注意到 3月2号 这是3月13号 3月2号 曾宇请兵 像蒋介石 请兵的电报 转转的电报 就讲了 他们都不用客观的人 他当时正在跟 228处理委员会谈判 他那里面 称他们 称台湾这些领导阶层 这些精英叫做 兼匪 短短的 电报里面 就一二三次 兼匪 另外一个 行法就是 兼党 那这个 你看他也是用兼党分子 那这些里面 好多人 后来也都被抓 你看年年中 李慧和 李慧光 还有这些人 王天登 那这我就不细讲 就是他这一份的名单 我只弄了两页 其实这一名单都有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半女人和姓名调查表 里面 冒生的助记 就是刚我们走到前面 就是这一张图 就是这下面 这是瑞丽 然后这个是他们 所谓的 最基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把它证明出来 瑞丽是国陆安大学教授 他有最基 你看这张写 阴谋判乱 那鼓动 该教学生暴动 这完全没有的事情 那强力接收台湾大学 刚刚有讲到是接收委员 那这可能这过程当中 分罪人的 被 被 假装 他强力接收台湾大学 那这个也是 没有的事情 接近美国领事馆 西土丘国际干涉 妄想台湾獨立 这个也许等一下 陈沛炎老师 可以进一步的 跟我们说明 那这个是他的三个罪状 那 瓶谋生会什么被读 里东马教授 他是我们历史系老师 已经过世了 他后来当了文学院院长 他就研究 战后的台大校史 他当时看了很多校史的档案 当时很多档案还看不到 但是他根据 他在校史馆 能够看到校史档案 他认为 他做出的研究发现 认为说陆志宏校长上任以后 他 产业的长官公署的实力 就深入台大校园 其实台大开始政治化是非常的早 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那像当时的总务长成是宏 文学院的教授如天宇 文学院的副院长金主 金主 都是陈宏的人马 那 李东马教授是认为说 这些人是跟长官公署或警备总部 传递了不利于 李茂生的修辞 那 所以后来那些罪状就是变成那三条 那陈宏的 基本上我们都归纳李东马教授的分析 就是陈宏的人马进入台大以后 文学院长官公署可能就一直上任了 那这个是台大政治力进入台大 政治力进入台大 尤其是陈宏的人马势力进来 他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陈志宏校长上面都开始 那台大一直 台大最常讲的就是说 哦 我们是最自由 刚刚陈宏老师也提过 就是标榜 什么 他 什么人 哦 自有学后 没法重新 因为他不是真相 什么都记不住 那这个是陈宏大人的政治力进来很少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这个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就是 他的妻子王采凡 四号在陈宏书讲的 李茂森被给的情景 我们先看 这是他当时 最新的六月 他三月十一号被捕 他六月二十七号 然后把他写给参与长皇朝秦的陈宏书 那我们先看这个 等一下我们就是只有这一段 把它转写 大家比较容易看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难过 那我们看这里 今天是六月二十七号 那我们回头看他怎么讲 他被课的情况 他是说 却师父皇 零号生于本年 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时 在省会台北建 时间内 突有六人身份不免 穿便衣带尾气 超敏男口音者 前来台北市大安区 他们住地方检安里 四十八享六二三号住宅 他们其实 你这个 台湾大学校长 请去谈号 为此 将师父 将零号生 想要上过 这他当时 一下 第五五 零五零二五号 其实 在许至今三月 中期不明消失毫无 那下面我们就 做省略 时间有限 那这个是 刚刚有看过 这边其实 现在读起来 相当令人难过 那 后来 这一张是后来 才看得到的 以前 但很少人能够看到 那 林中益 就是他的二儿子 他引述 他妈妈手脚的 闹身贝鱼的情景 那 有一点点出入了 但是 所以有人认为是清晨 那其实不是 是中午 刚刚有讲 中午 有一点的时候 那 为什么会认为是清晨 可能跟他当时 穿那个日本式 睡 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他们 二八以后 台大其实就停课了 他没有去 这一部分是礼拜二号 礼拜二号 那他 大概因为这样的时候 有人就说是清晨 那 还有一种讲话是 马上 博尔桑 这个 王才凡 女士的 原来是最准确的 那 这个是因为有数 所以有一些出入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我们 现在可以看到 比较 就是 比较正确的情况 了解比较正确的情况 那 这里 今天比较特别 就是 很意外的 我 去访问了 李永梅 其实去跟她见面 但 她主动提到 这个被别的情况 那当时 我也不晓得 我们一起去的 张安小姐 她就把她录下来 根本当场 我不晓得 那李宇女士也不晓得 但是我上礼拜 我跟李宇女士打电话 我先讲一下 李宏生先生 总共 她有十个小孩 九个男孩子 有一个是 一顺多就过世 那 林永梅女士是唯一的女孩子 是排行九 那下面还有个李宗光小弟弟 那 现在唯一 她的 那个 早死的小孩 不算就九位 行命 现在只有我林永梅女士 现在 那我跟她打电话 我跟她提到 那个慕音带 慕音带 那她是 她那天也跟我们讲 那只是慕的一小部分 她也跟我们讲说 她都没有提过 OK 提过这个事情 就是她爸爸 她记忆中 她爸爸背语 她没有目睹 因为她 可可要她去 她扫着 就是林中医 要她去林中医家吃饭 所以她就没有 但是她有回应那个情况 那我想 我那天跟她打电话 我跟她讲说 没有 我们的 去的 去的 去访问的 张安安小姐有路下来 我说 可以给大家看吗 那她是说 可以 所以等一下我们出来 是不是可以我们回来看一下 就是 就是 那就是我们 其实不是要去访问 我只是要去见她 因为 三十年前吧 大概三十年前 她在拜批她父亲的 我是若能的时候 有找过我帮忙 所以那时候我跟她 常常联合 那后来 发现她在台湾 三月发现她在台湾 就想去见她一面 那刚好就有这个职位 所以我们就 做了 哇 刚好六五 我们想可以回到 怎么 到那个 是不是可以 回到 有放在上面 可以短短的放掉 先放张位置 有声音 没有声音 但是 对 不头发音 有声音 无声音 你是 有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這是我們那時候就是跟他談話 其實沒有收到訪問什麼 但是 很有名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林誠志先生 他在講講一問教授 那這是我們 那一件事林誠志先生 新書發表 那這個是林以為 導師 所以 那個點到我覺得還蠻重要 是因為 他講就跟他媽媽 他是沒有當場 沒有在場 因為他說 哥哥把他騙去 改騙 其實就不是真的騙 就是希望他到了 他找到那邊去吃東西 然後他就他們就 林誠志就在意他們 他跟弟弟 那後來回來才知道 他爸爸被哭 然後他媽媽有講 裡面有一段 我覺得那個消遜的狀況就是 因為 林誠 這個 王彩凡女士有記下車 後來他們去問 那個就是火車站旁邊 火車站的車行 車都被軍隊調走 所以那個司機也不是車行的人 所以他媽媽有 就車全部被調走 做 救他們的用途 那這我要特地在這裡講 就是說 19 890 2月28號 台大學生為林農生教授 在台大校園 主持人追到活動 這是第一次 但是我不曉得什麼 第一次 那假如說這是第一次 比現在實在是很遠 那我們可能得這個 30 應該30多年了 是不是 才有第二次的 向上一個 交通開國活動 那這個照片是邱外星先生 當時拍的 他提供給我 那這個是他們當時 就是你要當活動 還有個手禮回去 讓大家 來 知道有活動 然後來聽 我覺得這個照片 真的很重要 這些人現在也有點見大 那這邊 就是要講一下 這個名字 女士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座的 林成志先生跟林一文老師的 林中平先生 他是排行第七 然後就是 排行第七 然後這個 這位叫做郭勝華女士 他爸爸叫做郭章元 他在宜蘭 當時他爸爸是宜蘭病院的院長 那也是被抓去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 他們挖個洞 拿把他槍去 八個人還在那個坑裡面 那他當時他其實是 他爸爸過13月 他爸爸過13月 他爸爸死的時候才33歲 因為我的夥伴學生都年輕 那他媽媽懷他 所以他是七個月後 在西口 他在他爸爸的故鄉出生 那就是郭勝華女士 所以他那天 他們三位都來 我是覺得 你看這邊 就是最高的 比較好 那這裏 就是 這張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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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珍貴的 那這裏 那這裏 他們舉辦的 民事 這個追悼文事 就是在文學後面 只要我 我就去旅盾 這邊應該就是 對面就是合作事 這就是現在那個 修車的那個地方 那 就是文學中學後面 寫在那一條叫做什麼 補奧 那這邊 這個是銘緣明件 製談 然後 這張 這邊有寫 就是林茂森 林茂森記 排大228 受難者 受難者 這個名位 這是學生弄的 Arm 其實我就覺得 所以很重要說是學習 時間到了 好吧 很快講完 那這個林忠穎先生 然後這一位 大家猜猜猜看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一文先生 他今年獲世103歲 所以連佛國都會103歲的人都會獲世 這個鍾一文先生 我必須很快講 那我簡單講一下林忠穎教授的學術簡介 就是讓大家比較了解一下 他其實有兩方面 一個資訊 結果後來他去哥倫比亞大學 主要是念教育 所以這是他的博士論文 那這個是他1916年 很早在日本的時候 他有發表王陽明的楊之書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其實這是他的博士論文 我們很快 那這個是就是 林茂森的哲學地位 現在才慢慢 就是因為台灣哲學 這樣一個想法的概念起來 他們在做研究 研究 在想要建立台灣哲學史 那這個林茂森就是變化 就是他的哲學上的貢獻就被注意到 那很簡單講一下 比如說弘古瑋編的這一本 存在交涉裡面 他收了11篇論文 有兩篇就是講林茂森先生 可見就是受到重視的情況 那這兩篇就是楊明雪 另外一篇就講他的教育 因為他在美國其實也算是杜瑋的學生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 這就是 就是洪資偉先生有畫到 洪資偉老師有一次在台大講的 你看林茂森的他們想 就是一位林茂森在哲學史上定位 你看他這邊的林茂森 然後這邊 他講到那一篇王陽女的楊之說 是他們哲學第一篇 具有現代藝人的學術網線 1906後很少 那這就是台灣哲學史上 他認為重度貢獻的能力 那這裡面 他們認為是台灣哲學的企業 你看林茂森就排在前面 這我就會多講哲學我也不懂 那主要是 這是從哲學史上來講 是一個實存運動 那你看都是林茂森大榮物 就是可見他非常重要 那另外 研究生協會會長 我特地給你我講 就是文學院學生 願務會議的時候有三位學生 杜東山張凱傑跟朱玉 寫三位學生的提案 去年 然後 建行文學院考慮女士 當方是紀念名號生 許受傷 當方先行 那決議通過 成立委員會 考慮具體方案 逐步落實 這一點 我有跟林友梅女士講的 非常感動 那隔離一年 終於就是在 學生學問進度之下 舉辦第一次委員會 那委員會還要站回去 願務會議 是有比較具體的建議 包括貢獻物議 那希望 就是 文學院願務會議 已經到已經三十四年前 那我覺得 我們能夠 就是 希望我們能夠在台大 正式紀念這些 因政治而受難的教授 那空間立民 我是覺得 最起碼 而且是第一步 台大太多進屬 都是有些人 亂立民選 我常常覺得很奇怪 那一動大樓 我很不想進去 因為 好像我用任律在 某個山門的恩子之下 我們覺得這個篩子 這個篩子 空間面臨 彰顯一個學校的效果 代表我們想要 怎樣的一個學校 好 謝謝大家聆聽 好 謝謝大家聆聽 好 好 那主要主要老師 我們談了 林茂生的 他在學學上的貢獻 那 他的 很離奇的 這個失蹤跟死亡 那學校 我們是不是應該 對他有一些 這個追憶 這樣子的空間 或是秘密 那 接下來 我們就請 這個 羅俊軒先生 來報告 有 喔 要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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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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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